欢迎收看打开工话麦 我是许中江 全台历经超强美与肆虐 到处淹水灾情惨重 现在民众应该会认为 治水最重要也最急迫 因为紧接着还有台风纪要来 蔡总统昨天要求 年经改革法案 以及前真基础建设条例 这个临时会一定要通过 否则民众可能会觉得 民进党政府一事无成 那其中前瞻条例的水资源建设 民意应该会高度的支持 朝野认为要调整 但是行政院说要调整 到底内容出来了没 水资源预算要不要多一点 那如果还没有调整 党籍立委又如何去宣传 那国民党还要党吗 还会坚持退回宠拟 或是行政院自己调整比较快呢 另外国民党主席焦接还在斗 那洪秀柱以及吴敦义 到底在争什么 为了中央委员的提名权吗 但是即将现任的主席 不是应该看守 怎么还会出现争议 还有花莲县长傅宽奇 传出要回国民党 这是帮助还是麻烦呢 2018的县市长选举 傅宽奇有可能 花莲与台北通吃吗 下面一题我们也谈到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 总监好 大家午安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桧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那么稍后还有资深媒体员 康仁俊会加入访谈 先来看立法院临时会 下周要召开 蔡总统昨天分批和律委便当会 要求年金改革 以及前瞻基础建设等重要的法案 要在临时会完成审议 并要求党籍立委 在选区辩护宣传 来看VCR 前瞻基础建设 早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最近的接见行程 总统逢人就谈前瞻 而且就在谈话前 看民进党立委便当会 总统还下达军令 要求年金改革 看前瞻基础建设 要尽速在即将召开了临时会 完成审议 那总统认为呢 年金改革 前瞻基础建设等重要法案的 紧速完成审议 攸关国家下阶段改革 与整体经济转型的进行 那特别近日豪雨城灾 更足以见证 包括水环境建设的非常重要 就是说分工 除了行政部门 在全国性的一些重要的 这个场合来 对前瞻辩护之外 他们也希望我们立委 不论是部分区或者区立委 能够更积极的 为前瞻建设 还有相关的这个年金改革 在地方做更多的宣传 这几个优先项目 除了轨道以外 我们全力支持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叫在野党啊 这几天的这个暴雨城灾 那已经看到行政院 要检讨所谓前瞻计划 那么可见这个前瞻计划 是不够前瞻的 对于蓝绿执政的县市 那个差别待遇 更是落入很多批评 不公布 国民党团扬言要杯葛 民进党团也有备而来 主张临时会召开三次 第一次6月14号到30号 将处理前瞻建设的法源依据 前瞻条例也要在第一次临时会处理 以便第二次临时会 行政院长林全到立法院报告备询 送出第一期前瞻基础建设预算 也因为预期国民党会反对 一个月冷冻期过后 8月再开第三次临时会 通过前瞻预算 而年金改革包括工作和政务人员部分 将在第一次临时会就立平过关 那总统就跟我们讲说 可以对外大胆地讲 年金改革一定会过关 甚至因为这个案子 还有很多人去质疑他没有破例 所以他去展现他强烈的企图心 要求这个会期里面要 让年金过关非常合理 好我们看到因为这超强美与的封面 造成全台严重灾情 那么现在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那么民意基础会不会支持比较高 会比较好过来先请教学恒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条例 是不是现在在立法院会比较顺利 还是说还是得看国民党态度 那另外就说行政院说要调整 到底这个调整的内容出来了没有 目前的调整根据行政院发言人 徐公永徐律师所讲的 是做各项目内部的调整 也就是水资源建设跟水环境部分 内部2700亿的部分 怎么样子做调整 比较适合这一次的暴雨存在 就是强降云的结果 在内部做调整 但不会从譬如说4200亿的轨道建设 拿钱过来支援水资源建设 那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现在各立法院下乡 要去做说明 最有可能面对到的质疑 恐怕是很难回答 就是那你为什么不从 4200亿轨道建设挪过来 让我的水资源建设可以更多 可以治理得更快 那甚至还包含了区域型的挑战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譬如说基隆会问说 台铁并轨 这个钱能不能挪用来 让基金一路 或者是我们基隆的淹水 可不要再像这次这么严重 大五轮西的治理 能不能挪用更多钱 这是一个区域间的交换 但还有另外一个大的挑战是 那云林甚至包含了嘉义 或者是高雄的那马下乡 他也可以讲说 那你这个轻轨如果花在这个新竹 或者是轨道建设花在桃园 你这个钱能不能挪用给我 在我们这些地方先救急 把水资源建设跟治水做好 那这会是两个地方立委 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地区之间本身的优先 现后顺序 这个值得讨论 第二个 全国之间的预算优先分配 也值得讨论的时候 比较让人担心的是 蔡总统如果已经下了军令状 一定要在三次临时会通过的话 那坦白讲在沟通协商的经历中间 对国民党来讲 他如果知道你一定要这样过的话 那表示我知道你的谈判底线 那表示我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抗争 我觉得这个部分在野党来讲 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抗争目标 而且恐怕很容易造成民众的共鸣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 其实就几个民调来看 前瞻基础建设的支持者 悄悄地在流失 但这个流失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跟 可能大家没有说明 然后就算说明 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状况 蔡总统说是被国民党抹黑了 让民众误解了 也不单纯是这样子 因为连好民意都有出来 拿文字馆的书 特别送给林全说 你看看这些书 你就知道为什么年轻人 不会那么支持前瞻 因为对他们来讲 前瞻没有让他们有获得避应 或者被照顾的感觉的时候 可能不单纯是在野党 因为坦白讲 在过去几个月在野党 弱到可能他的抗争 或是对媒体的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的弱的 所以我觉得民党在这个部分 你可能不能单纯说 那我就要怪国民党 因为坦白讲 国民党真正的操盘手 其实还没有正式上任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自己的宣传 跟整个我们刚刚讲过的 分配的正当性 如果你不能说明清楚 并且让民众能够支持的话 更让人担心的是 那接下来如果再做相关的民调 前瞻基础建设的支持度 会不会再受影响 那我觉得对民众而言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状况 当你遇到天灾 发现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天灾 而且目前我们的建设 不足以对抗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会希望 那个部分获得更多的分配 那如果民党坚持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轨道建设 4200亿不动 然后我们只是在2700亿的水资源 水环境包含了水库的输菌 或者是包含了河川的 这个堤防施作等等 那他可能就必须要把 必要性跟正当性 或者是我4200亿 为什么一定不能挪到 水资源这个部分 做完整的说明 而且要说服民众 否则对民众来讲 我现在今年就遇到状况 而且看起来不把整个施作 或者是对国土的规划 对都市建设的改变的话 未来还会有的时候 我觉得对民众而言 现在接下来 蔡总统这个军令状 可能要要求到 县市首长跟各地的民代 跟立法委员 要说到民众可以接受 否则你单纯只是下 中央民代的军令状 恐怕对民众而言 那个支持度会受到影响 对的确 因为当很多人的家园 淹水之后 那现在治水的这个部分 恐怕要求的比例 就会比较高 那特别是这个 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那么治水预算 2700亿 或许有蛮多的民众 会觉得不够 那是不是要从这个 轨道预算挪过去呢 来请教赵雄 在这个部分 蔡总统要求这个民意代表 下去这个下乡去宣传 去辩护 但问题是 碰到这样的一个质疑 有没有办法 有效地说服民众 我想这个民意代表 代表民意嘛 所以他希望能够 透过民意代表 透过立法委员 到每个选区做宣传 我觉得有其必要啦 那这个民意代表 最接地气 那不只是帮忙 辩护宣传以外 他也把基层的民意 反映给这个决策者 我觉得是很好的 一个沟通的模式啦 不过看得出来 大家对于这一次暴雨之后 所以环境的这个建设 大家有所期待 之前我们做调查 大概就七成多 快八成 第一名啦 就大家认为喝好水 然后不要淹水 那有好的水环境 大家有共同的期待 由于这一次发生之后 更有加了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水资源的内容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 多一点了解 其实我常在想说 是我们从过去以来 一直说治水治水 说了很多次啦 包括过去我们耳熟人 想了八年八百亿 后来这个马政府 也有治水的预算等等的 其实每一任的政府 都有心 每一任的官僚 其实都有他的专业 那为什么到现在 治水还治不了 那可能关键在于说 第一个可能预算不太够 第二个可能不太 不太够持续去做 或说治水的方法 对不对 那最重要是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看说 到底是不是钱的问题 如果钱多花一点 如果可以解决事情 那都用钱来解决吧 那如果不是的话 方法是不是错了问题 好这个方法 这里的方式是不是过去 你可能一味的相信 这个不同的工法或怎么样 那这部分要做讨论 也说大家都有心把它治好 但为什么一直治不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 如果思考一下 如果预算要多一点 我相信也不是铁板一块 就如同这个柯建平总裁所提到的 他说立法院讨论 大家都可以讨论 现在我们只是要求条例先过 过了以后实质的内容预算 大家再来讨论 但如果说行政院议 只是说只是微调而已 但其实大象都没有变的情况之下 那国民党如果说要求要退回崇尼呢 那有办法接受吗 我想这样 现在这个总统要求 这些这个党籍的立委 到地方去做一些宣传 那我相信地方的反应也会上来 从过去民进党的文化就是如此 不是说这个决策下来以后 大家都没有意见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还有一些转环的余地 那当然这部分 必须要做理性的辩论 所以我们希望说 现在条例赶快过 过了以后 针对实质的内容 立法院就是一个 很好讨论的场域 大家再来辩论 刚刚我看这个廖国栋总招 显然看起来 除了这个铁道以外 他好像没有特别的意见 轨道以外 他没有特别的意见 那看得出来 现在大家对于治水 或其他项目 其实大家都有期待 只是这个 这个治水预算要不要增加 增加的钱从哪边来 是从轨道去挪 还是另外外加 其实都可以讨论 我觉得讨论才能形成一个共识 所以立法院是一个 很好讨论的议题 我刚才我特别回应一下 刚才吴敦毅准主席 特别提到说 这个前瞻的建设 不够前瞻 分配看起来 分配给绿不给蓝 如果假设是说 这个要绑装 应该要绑蓝 蓝的现实才对 我绑绿的现实干嘛 绿也不能支持我 我要绑蓝的现实才对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蓝绿之间 如果有不平衡的地方 大家可以讨论 但是你到底要不要 这个前瞻建设 你要说清楚 你不能说我要 但是因为你没有 在我这个地方给我 所以我就反对 不应该这样一味的杯葛 另外特别提到说 这个会期一定要过的原因 是因为 你下个会期 9月1号开始 是预算会期 那你对于下个年度的 年度预算必须要做审查 所以会变成说 多头马车 变成说讨论的 这个重点不会聚焦 所以我认为 这次的临时会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把话说清楚 把很多的内容 讨论更清楚 是的确 当然这次大家会来讨论 这个水资源建设 应该要怎么做 那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能不能够通过 那要看国民党 到底是要怎么样的杯葛 来请教慧珠姐 这部分还会像之前那样 在会期当中 用这种强力杯葛方式 还是说用以礼 去说服民众 我为什么要挡 那特别是水资源 因为现在 如果说国民党再挡下去 恐怕民意也会反弹 为什么你国民党在挡 那挡的有没有道理 好 我修正招雄 刚刚的一点小小的语并 就是立法院这个会期 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个会期呢 已经成为过去式 现在是临时会 临时会 临时会我们看这个议程 6月14到30号 民进党就希望把这个年金 跟前瞻的这个条例通过 然后隔了10天左右 7月12号到28号 就要通过预算 如果怕预算不能通过的话呢 就再排一次 所以民进党已经把这个时间绑死了 要用洪荒之力抵抗在野党的抗争 让它通过 那小英主席呢 也下了军令状 叫大家一定要 这两项年金改革 跟这个前瞻条例要通过 所以民进党没有办法去回头 也不能做调整 它只能做微调 微调就是这个框架 在这个当中 每一个项目略调一下 然后是水环境部分 稍微调一下 轨道部分稍微调一下 第二呢 就是它预算总额8800亿 大概也只能微调 不可能大幅度的减少或增加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 已经是铁板一块 现在就是使尽洪荒之力 拼了老命跟在野党去搏斗 那在野党呢 我们看到这个书记长说的 就是轨道建设4200亿 他们反对 其他的他们赞成 那换句话说 如果民进党不调整轨道建设的话 国民党也会用洪荒之力去反对 因为轨道建设 我们看到在民进党里面 支持的真的非常低 因为就算花了4200亿 可能只是部分的县市 有分到轨道建设 其他的大概台湾 五分之四的县市 是没有分到轨道建设中的大饼 那因此呢 不管是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像嘉义或者宜兰 很多地方也分不到 任何轨道建设的预算 他们同样也是不满意的 那也因此呢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水患以后 大家的思维改变 另外我提醒 现在是到了台风季 今年6月到10月 台湾如果再发生几次这样重大的水患 很多的这个家园被冲毁了 甚至造成更大的灾害 我相信人们的思维 老百姓的需求一定会改变 然后形成压力 希望治水的那个会越来越高 就是说不要给我轨道 先让我可以活着吧 先让我被冲走的家园可以重建吧 先让我这个基础的建设 防洪治水这个部分可以完成吧 我们看到这个8800亿 属于河川治理的只有720亿 不到一成 不到一成 所以国民党放话了说 这个部分你至少要再提高吧 提高个一倍到1500亿 我相信国民党这样的诉求 是会打动目前遭受水患的地区跟县市的 尤其我们知道很多受水患的地区 可能偏乡是居多数 那台北市当然像大湖山庄市 属于台北市也受灾 可是整体来讲还是在偏乡 偏乡它根本不需要轨道建设 轨道建设就算盖好了 跟它没有关系 但它现在是要活命的基础建设 也因此我觉得民进党这一套 如果还是铁板一块 条例要通过时间不能改 预算不能改 只能微调 不能大做调整的话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民调 会告诉民进党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来请教任俊 怎么看这个前瞻技术建设设条例 如果希望能够顺利通过 在这个内部细项 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当然行政院自己也说要调整 只是说那个调整到底是大条还是小条 但重点是如果你要人民的支持 这个治水的这个条例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能要上修 就是你的预算基础要上修 那如果没有这个调整的话 是不是恐怕民意支持就会比较低 我想先从法的部分进来看 这边在座两位立法 这个所谓的委员 议员 那你就法的概念可能不是在公款 公用的部分 而是公款它就必须要法用 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编在什么科子木下面 理论上来讲我就不能挪支给其他的来使用 所以当你整体的一个总预算叫做八千八百亿的这个叫做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 你既然细分的这些项目那就没有理由说我今天在这个项目之外 我另外把它弹性的调整到任何地方 不能动 因为你每一笔钱该怎么用就怎么样 我想在这边议员很清楚 否则就乱了嘛 我给你一个大的空头支票 我今天这个钱不够我就把它补给他拿他的那这边边的预算算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比较反对 就是说你今天说好我那我预算就赶快先给他过过了之后我们再来慢慢调整 那这个讲实话如果就议员的职责 我不认为就就在议会里面也会通过市长用这种方式来编列预算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民进党可能必须要先理清楚 你到底在这个预算里面你现在按照你的规划 你要怎么去做统筹分配 因为当你预算这个东西过了之后 哪一笔钱该用到什么地方 我不认为有这种空间是可以让你这样大幅挪异 怎么可能 那这样子就不需要监督了 我今天监督说我要给学恒这个单位说一千万 结果康连俊不够了 我跟他拿了五百万过来 不可以这样移的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行政院现在既然也讲说这个部分要重新检讨 那你要怎么个检讨 什么叫做微服调整 我讲实话不懂 就是没有微服调整的概念 你知道一项工程做进去 八年八千八百亿 他不是一次八千八百亿下去 民党都承认他每一年度 他有不同的预算的编列方式 那你微服调整 你觉得一条西的整治 或一个市区的整治 你有办法透过微服调整把钱弄出来吗 所以你觉得没有办法 这没有办法嘛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要杜绝争议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必须先理清楚 你接下来规划你到底什么地方要做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前瞻基础建设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在野党的杯葛 或者任何人的这个所谓的误解之后 就让他产生的民众有误解吗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吧 你从前瞻基础建设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包含你开公厅会 多少民进党自己执政的县市首长 有没有出来叫 他也出来表示说 我觉得好像不太够吧 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 最近大家在讲说 蔡英文总统到云林去看灾 然后不管他跟记者讲了什么话 那云林真的他不需要水资源的这一块 他真的不需要水环境建设 还是他有误解呢 这个是云林县政府在2017年4月所发的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里面他明白的讲说 他们在水环境的部分通过了三项的亮点计划 这个三项亮点计划总共是24亿多 但问题是他们直接发新闻稿 告诉大家讲说 他们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需要是整体防洪的那个 整体的排水系统的清淤防洪 另外还有浊水溪的燃沙的这个所谓的工程 他们要争取在水环境 他需要争取这一块 那问题是 他已经告诉你讲说 你原先核定给我的是不够的 那你觉得这是微服调整吗 一个浊水溪的燃沙工程 有办法微调个几千万或多少 我不知道 那是工程的专业 所以我从这个例子进来看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 包含到前瞻的这一块 他到底是要拿来支应什么 你有前瞻有基础 你记不记得当时在政府讲的是说 因为过去有很多工程是本来就没做 你该做而没做 所以我这是用编列前瞻的部分 我里面有基础工程 是一次把基础给他编列进来 可是现在开始在混乱的过程当中 有人讲说你如果前瞻没编到钱 你可以在你一般基础工程里面再去做 我就是去拿没钱 我不才叫你前瞻给我 你现在又跟我讲说 你再回去用基础工程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整体的状态 其实我知道从昨天开始 已经有一些地方的委员们 或者是民意代表 已经开始在开所谓的问证说明会 那也已经开始找他地区里面的选民 告诉大家讲说前瞻很重要 我还是这样强调 就是说前瞻很重要 基础很重要 但执政的人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干嘛 我认为说今天在重大灾害之后 来讨论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公平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 现在淹水这么严重 那当然先做淹水嘛 其他的可以暂缓 就卓家整体发展来讲 我不能讲这有错或有对 但是我比较不公平 也就是说发展应该要整体来做 可是当你政府今天不是只有在野党 或者是只有民众 而且你用误解这个字 我现在有点意见 你知道吗 怎么会叫做民众有误解 你从一开始说明到今天为止 好歹也说了四个月了吧 你永远都讲不清楚的状态 你一直说是人家有误解 人家有误解 那你为什么不讲清楚 为什么你不用你所有的力量 刚刚会出议员讲洪荒之力 你把它解释清楚 说明出 你最少先说服自己的县市首长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是我们自己也误解 你搞到连自己执政的县市 都出来发新闻稿 说不对 你现在合给我的三项亮点 其实我真的不够 我需要那个整治稀 我需要做排水什么什么 那这个到底谁的问题比较大 所以我其实比较赞成这样 就我们回到立法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今天立法院在这边 那你案子虽然已经出了委员会 但是你整体预算居然需要调整 该怎么调整 这个预算的项目 这个钱该用到什么项目去 它是必须要明定 那否则都不需要有审核预算的单位 大家都不需要监督了 所以如果是这一块 我比较认为 如果要化解争议的话 政院其实可以不要急着 现在讲说 好 我哪一个daylight的时间点 都把它通过 我们后来再来里面慢慢挪 我敢这样讲 如果你今天要用这个方式 过这个预算 可能连你民进党自己的立法委 你都没办法接受 是 OK 好 那么蔡总统希望 这个党籍立委民意代表 能够下乡 说明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恐怕挑战还是很大 后续如何发展 我们持续的关注 先休息一会 稍后再来关心 国民党党主席交接 到现在还是出问题 到底洪秀柱跟吴敦义 到底在争些什么呢 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新就任主席 为了交接和中央委员 提名的问题 斗得不可开交 来看VCR 哦 国民党主席 吴敦义谢票 来到花莲宪长 傅昆琦的地盘 亲自到县府拜访 一度牵起傅昆琦的手 互动麻吉麻吉 难道傅宪长回娘家 有谱了吗 主持人是要欢迎 我们那个县长 回复那个国民党 来来来 你知道他的动作 是什么意思 我不予回答这个问题 吴敦义这话听起来 颇有玄机 那传出傅昆琦 有意角逐台北市长 未来的吴主席会支持吗 第一次听到你说 我还没有了解 炮红财政府 傅庚起作囚 吴敦义顺势发挥 还没上任先锈战力 但摆在眼前的是 党内茶壶内的风暴 吴敦义和洪秀柱 为了是否提前交接 以及中央委员的提名权问题 依旧暗潮汹涌 甚至传出 洪秀柱考虑 礼拜三宣布此党主席 国民党恐怕出现 三个月的空中期 挺吴派即死反制 那他一定要在六月二十号以前 能够贴公告 两个月之后的八月二十号 党代表当年排名 那就是那一天是党主席 依照章程要救治 然后党代表也在那一天救治 这是党战规定 谁都改动不了 好我们先谈国民党主席 交接的问题来请教任俊 那既然党主席都选出来了 为什么交接还会出现 这么大的争议 到底他们是在争什么 是在争提名权吗 不是说我其实有点不太懂 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到底 自己党中央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说希望国民党党主席 改选的这件事情 是按照他既定的行程 那你现在看到两方 包含洪秀柱这边 他也讲说要按照规矩制度走 那包含吴敦毅这边 也说要按照规矩制度走 那既然都要按照规矩跟制度 怎么会又搞出说 不惜要提前辞职 那又不准提前交接 有两套标准 那到底希望国民党员 走到什么程度 我其实有点不懂 因为这里面其实还包含到 就是前面更有一个 不能讲阴谋论 就他们在讨论说 洪秀柱之所以不愿意 提前下主席的原因 是因为他还要跟这个中国 大陆这边进行论坛跟交流 那把握最后一次的机会这样子 那我其实对于 觉得说对于国民党的朋友来讲 因为在座 比如说像惠祝议员 在国民党都很久 就说我想他们更想要 想要有一个叫做安定的党中央 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 即便我们刚刚在讨论 这个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 其实我也必须要讲 就是说国民党可能在立法院的表现 那个有些人认为叫群龙无首 甚至他只会冲撞而冲撞 因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 包含在这个议题之外 比如说年金改革的议题上面 国民党的整体的状态也是混乱的 再更何况要提到未来 比如说二零一八年的选举 很多国民党基层 也希望党中央赶快定调跟定案 你说像刚刚新闻里面 谁也感觉上要争取 谁又保留了一个伏笔 你想想看 在座光民进党的那个地方 都走到什么程度了 国民党还在这边讲说 有谁属意的人选 然后大家还要在台面上面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们怎么样 我说真的 你可以等 你可以玩 但是对于国民党很多人来讲 他希望赶快稳定 那这个的声音 其实回到了就是你到 不管你在问政 或者在对人民 你要完成人民的托付的这一块 事实上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 即便党主席叫做洪秀柱 我们在专访洪秀柱的时候 洪秀柱自己都亲口讲说 很多人认为他叫做过度的党主席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因为各自有利益上的问题 或各自有不同的想法 很多人不愿意跟他配合 那这个的纷乱 即便说今天已经党主席 选举结束了 没有想到他居然终止不了 那现在新的状态 已经不是说什么时候要交接了 而是有人要提早下 还有人不能接 我实在不太懂 就是说国民党的党 如果他的相关的规定 有这么的重要的话 那为什么国民党走到今天这样 过去很多的党主席在改规定 所以我其实会比较觉得 就是说虽然这是国民党自己内部 他应该要去处理的问题 可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好 有一个执政党在这个地方 但要有健全跟稳定的在野党 其实他才是制衡政府 一个很好的一个力量 我觉得民众也希望看到这样 否则就变一言堂就好了嘛 你不能只靠说媒体在这边 换媒体专责来监督政府 在野党其实尤其像国民党来讲 他有那么大的一个 他还是有很大的民意支持 也不能讲人家完全都没有 其实也有很多的资源 对那你这些东西 尤其包含在意识上面 对于政府运作 你都了解 尽快让 不要让这个所谓大人 讲大人真的有点难过 你知道国民党都什么时代 还在那里搞这个 假装的温良工錢 我讲话比较重 因为其实我跟很多国民党员 大家联络 我跟我说两位比较 比较比较 摇跪又够小里 你明明就想要 但是又又不要讲 又要把这个东西弄上来 到最后倒霉的跟难过的 其实都是基层支持 愿意支持国民党的人 他永远看到那样的纷乱 永远看到那样的一个纷争 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反而对国民党来讲 才是他真正造成伤害的原因 对的确 那么其实国民党 终于选出了党主席 那大家想说 至少这个所谓的群龙无首 应该可以结束 来请教慧珠姐 为什么大家觉得 一个简单的问题 到了国民党 变得这么的复杂 那明明选出来 那就交接嘛 那这个所谓的卸任党主席 不就应该进入看守吗 那到底红秀柱是在争什么 那吴敦英又说 他不愿意提前上任 原因又是什么呢 好 讲白了 国民党的党主席 在党里过去都有极大的权威 所以党内的人质色彩 是非常重的 国民党有制度 可是党主席 常常用行政材量权 改变他的制度 那以前的制度呢 现在呢 也常常会被后面人改变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大家记得 红秀柱他把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从过去上一届的七月 提前到五月 当时大家对他很多的质疑 那红秀柱说 我才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党章规定 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要在就职前三个月 换句话 820就职 那就前三个月 520要选举 所以是过去的党主席 没有遵守党章的规定 我这个党主席 我要开始遵守党章的规定 所以就两套说法 有人质疑你变 那红秀柱说 我变是因为前面党主席 没遵守党章 我把他变得遵守党章 好 那就产生了这一次的问题 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 8月20号 党代表就职 党主席就职 按照任何人民团体 你新的党主席 新的党代表 再选你的这个中央委员跟中常委 这是应该的 所以这是吴敦一线的坚持 就是说我党主席 8月20号就职 党代表8月20号就职 所以你要提前两个月公告 6月20号公告我们的当选名单 然后8月20号我们就职 就职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选中央委员跟中常委 可是洪秀柱他当时呢 把这个820就职 提前三个月到520 选这个党主席跟党代表的时候 他同时定了 6月14号提名中央委员 7月8号选中央委员 7月29号选中央常务委员 换句话说820 新的党代表都没有就职 前面通常选好了 那你吴主席820上来 你什么都动不了了 对 前面都动 就没有这个卸任的 也决定了那个新任的 那个中央委员 对 就是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 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很为难 比方说我是现任中央委员 我也想进选中央委员 我就去问 我说好 那你6月14号要提名 我们想争取提名的话 我要是找洪秀柱说 拜托拜托主席 我表现不错你提名 还是找吴敦宁说 拜托拜托主席 我表现不错你提名 当时我去问 当时告诉我是说 由新的党主席提名 谁当选 谁具有提名权 那我们就傻了 我们也不知道该抱谁的大腿 这个说明解释合不合理 这个说明解释完全合理 因为它是公布的 就是说洪秀柱 因为吴敦宁新选上的主席 应该是以他为主席 这是既有的规定 这是洪秀柱公布的 洪秀柱党主席公布整套选举办法说 他说6月14号中央委员的提名 由新当选的党主席来提名 这是合理的嘛 可是呢 后来等到洪秀柱落选了以后 党中央再拿出来版本 把新当选主席四个字拿掉 就由党主席提名 这是第一关 那所以呢 吴敦宁的部分就很生气 他们就去找到一个这个规章说 你党中央作弊 你怎么之前公告是新当选的党主席 你落选以后 你提出来是党主席提名 那就变成洪秀柱提名 那洪秀柱呢 就提到说 过去的交接 其实是新旧党主席 在那边讨论 然后我们有210个中央委员的提名名单 是党主席执行的 过去呢 洪秀柱就讲说 不管是马英九 吴波雄 或者连赞马英九 都是大家协商说 好啦 210个 你提一半 我提一半 你有要照顾的人 我有要照顾的人 大家都和谐 可是过去呢 连赞跟马英九 没有同台选过党主席 然后马英九跟吴波雄 也没有同台选过党主席 大家感情还不错 没有撕破脸 所以你一半 我一半 OK啦 就是换到现今 但换到现在 洪秀柱要跟吴敦宁说 你一半 我一半 吴敦宁说 我不干 该我提名 就通通我提名 所以目前的草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 外人搞不清楚 所以能问洪秀柱就说 你拐我拼 是不是 对 洪秀柱就说 你一半我一半 那吴敦宁说 我不要跟你一半 那洪秀柱有他的困难 就是当时跟他一起打拼 选党主席的 有很多的党代表要挺他 那这些人呢 也要选中央委员 他总要照顾一下过去的革命伙伴 虽然他党主席不做了 但是那些人呢 他想提名他们 那如果说都是吴敦宁提名 吴敦宁可能 知识洪秀柱的这些中央委员 他可能都不提名 所以他为了 就是说 过去的惯例是你一半我一半 要照顾他这些人 他就说好 那他要跟吴主席协商 说我们一人一半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公告的是6月14号 下礼拜党主席要提名中央委员了 然后7月8号要投票了 7月29号要选中央委员了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要不要竞选 因为真的不知道7月8号要不要投票 所以文宣做了也不敢发 因为不知道要跟旧的党代表发 还是新的党代表发 那旧的党代表很多人 可能不是新的党代表 到底谁来投票 对 贵宁说得非常清楚 国民党现在可能还要陷入空转 那到底这个新旧任主席 都搞不定的情况之下 那2018又是如何布局 我们来看到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是被点名要出站台北市 那副手侯友宜是被视为接班人 绿营的市议员也频频在追问 2018那朱立伦是回应没这回事 先来看VCR 新北市议会总直询 民进党议员七手八脚搬出画架看板 要市长朱立伦填写新北未完成试卷 频频追问2018下一步 你要光复台北市 你最有指望 你会不会代表蓝营 到台北市去参选市长 第一个我说过没有这回事 我们对于所有的新北市民来讲 我做一个市长 每一天就要把市政的工作做好 没有去考虑任何的这些政治问题 选不选台北市朱立伦一席话斩钉截铁 相较副手侯友宜 被问到是否接棒新北 侯友宜没把话说死 透露已经入籍国民党 访间都在说 而且媒体也在说 说你是也是蓝营之神 你会不会代表国民党参选 新北市长 逼表态绿营是议员搬出最新民调 说侯友宜的 政坛好感度 虽然不及赖清德 但民调成绩44.7% 高居政坛第五名 苏立伦的民调比所有的民态差 还是市长 这是南国国公司做的 做参考 高资本委员担任董事长 这样你说我就听过了 意思就是 调底给你操作 让你来思议 不是真的 我只有看到里面一点 我说可能蔡总统看得不太高兴 好我们看到 这个国民党在主席交接的问题上 多所斗争 多所坚持 看来似乎还会空转一阵子 但是对于双北市长来讲 对于2018的选举 来请教焦雄 这个对于这个蓝营来讲 好像人才 这个人选很多 但是对于这个 他们现在的党主席 争议 我们一块来谈 那到底是对国民党会是有帮助呢 还是会是一个麻烦 特别是说 傅昆奇好像也要回 这个国民党 那对国民党的整体气势 你怎么看 当然党内有纷争 对于未来要竞选 但会有这个劣势 但会有影响 不过刚才朱立伦市长 特别提到说 他不选台北市长 上次说不选总统 也说了很多次 所以他其实没有任何信用 那他说的也是一真言辞 所以他再次说 他不选台北市长 我相信很多人打问号 那台北市长是不是非他不可 我想很多难营的人也不服气 想选的也很多 也很多 所以大家觉得也不是非他不可 不过显然看起来 朱立伦未来下一步路 对他个人而言 那台北市长是一个 很好转进的一个舞台 因为除了转台北市以外 我想因为他中央没有执政 所以未来还要去哪边 可能都很难去做一些舞台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朱立伦显然大家认为 他选台北市是有可能性的 那另外一个人 傅昆琦怎么办 傅昆琦我们有收到绿竹水 我相信秦映赶快有收到 还有大西瓜 大西瓜跟绿竹水 我们的西瓜 为什么他送给我们台北市委员 干嘛 原来现在终于清楚了 因为他选台北市长 甚至他在他这个花莲 县政府的官方的line上面 还特别这个帮他吹票 吹民调 看起来这个副县长是完真的 动作非常积极 那从这一波看起来 包括他炮打中央 一些这个人和的处理 显然看起来是造势成功 有备而来 造势成功 那大会讲说 那他太太不是要选花莲县县长 那我想傅昆琦他现在 当下他想的是 他自己未来的舞台的规划 因为太太当县 毕竟是太太在当 那他认为这个花莲县 他已经做过了 做过县长 那更大的场域 当过台北市长之后 未来的舞台 搞不好是更大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或傅昆琦也好 其实都想过这个部分 那因为现在中央没有执政 所以他们势必没有办法在 中央入阁或是阻隔 所以这是为了他们可能 做的一个规划 或者一个想法 不过我刚才比较想请教就是说国民党里面的中央委员是要党主席提名 党主席提名一半 自行联署还有一半 要提名才能变成候选人 不是你自己去联署也可以变候选人 对那要提名才能变候选人 那要不要争取就争取党代表的投票 其实相对简单 不过看起来显然 洪秀柱主席是里面违反了一些游戏规则 因为制度是非常重要 既然你之前公告是这么一回事 应该就照拼照走 愿赌服输 不能说你选输之后你就整个翻脸 那我想对于吴敦彦来讲 他也有点脾气的 你这样玩我我当然会不高兴 那显然看起来 这个国民党常虎里的风暴 对于男婴这些政治人来讲 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来学问怎么看国民党现在的发展 那对于2018 那对他们来说吴敦彦上台之后 是不是士气会有所帮助 坦白讲真的看不懂国民党在干嘛 如果你是在国民党内部 你可能会知道 有这个规则有那个规则 但问题是我们在国民党外部 就想说你在野党已经做到 要加破人亡了 党才也被人家讨了 在立法院抗争 立法院也只剩35系 结果你们在延迟讨论说 到底要不要拖延 到底要什么时候交接 就感觉你家门口都失火 跟今天一个新闻有点像 你家门口都失火了 就有一个老翁跑去夹了一个包子 结账走人 因为对他来讲 吃包子比失火更重要 所以现在吴敦彦跟洪秀柱之间 感觉就是双方在争一个意气之争 这个意气之争比党的存续 跟在野党的责任 要来得更重要 那坦白讲 这个蔡英文总统应该要感觉到高兴 如果今天整个国民党交接过程往后演的话 那显然在立院抗争 他们就更没有组织 他们可能更没有办法去达成他想要的目的 那这时候我们要问的就是 那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 是洪秀柱跟这个吴敦彦之间彼此讨厌吗 所以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你什么 要替民众监督前瞻 你要替这个国家保有未来 减少这个债务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我们实在看不懂 而且显然吴敦彦跟洪秀柱正眼 也没有对外说服外面的人的意思 这个就是茶壶内的风暴 而且更重要的是茶壶还一路从 一百层楼再往地上摔 然后没有人要去扶这个茶壶 大家都在里面打架 看最后鱼死网破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整体来看 国民党可能要思考重点在哪里 那另外一个傅宽吉的动作确实很多 那他送的西瓜也确实很多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么单纯的看说 因为他送很多台北市议员跟里长西瓜 所以他真的要选台北市长 因为看起来你所有的铺层 不可能只有送一个西瓜 然后以后台北市民就非常支持你来选台北市长 台北市民没有那么缺西瓜 我们从小到大有吃过西瓜的 那并不是拿了一个西瓜之后 那个里长说超棒的 让我分给全里吃 然后里长就获得很大的支持 我觉得大家要想的是 这是一个造势的概念 那这个成功的惹起了注意 让大家看到了很多傅宽吉的动作 从而让这个话题 也就是所谓的重返国民党的话题 又被拉起来 傅宽吉又获得了政治线媒体的关注的时候 你要把他阶段性的动作 当成一个接一个的铺层 他所谓的终点 不一定是真的终点 那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 是一定有的过程的时候 那坦白讲 送西瓜送到里长 送西瓜送到党代表 那最先要达成的目标 显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中常委的这个选举 会不会是他的中层目标 真正未来 你到底是未来要进到这个台北市 或者是你要在这个中党人选举 等到局势跟规模 跟规则底定之后 真正再进去再选 我觉得你把时间拉长看来 你才会比较明白 这个傅宽吉的概念跟做法到底是什么 对 目前看起来就傅宽吉动作平平 相较于蓝营内部到底要不要选 反而非常的隐晦 那傅宽吉如果征回国民党 对内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傅宽吉是不是要回复国民党籍 来请教任俊 这对于国民党来讲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到底对国民党是个帮助 还是可能是个麻烦 特别是说 他到底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还是说对蓝营会有所事迹帮助 即便傅宽吉他现在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但是包含他的太太 其实也是国民党的部分区的委员 那大家也都认为说 他基本上他的政治的倾向或者是理念 大概也不会有人认为他会属于民进党或其他政党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就差一个程序的问题而已 那这个当然是傅宽吉自己的一个选择 那你可以看到他跟吴敦毅的这个会面里面 两个人其实讲的也算隐隐会会 但也没有说明白的讲说不能或怎么样 即便党有所谓的游戏规则 因为你如果今天要参选 你想想看光一个台北市长 国民党大概传过最少十个人选了吧 任何一个前政务官 然后现在包含到什么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谁谁谁 有表态的有传言的有干嘛的 傅宽吉大概不知道排到第几个 所以这里面 可是积极度呢 会不会傅宽吉现在看起来 当然看起来他积极 就是说包含到 因为他资源也多了 我们诚实讲 因为我们是没有说 我想那个宅哥 应该也都没说到什么西瓜凤梨之类的 但看起来他因为他有这些资源 但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国民党 他其实有他的提名的游戏规则在 如果他今天要参选 包含到不要讲国民党好了 你现在是花莲的现任的县长 那你如果要参选 那你的户籍要不要处理 那你一处理了你的户籍之后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担任县长这个职务 那有没有就要面临到中央指派的问题 那这里面就还有包含到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要布局 因为有不同的传言 那坊间也有传言讲说 是不是有可能他有自己属意的人选 要去接班参选这个花莲现场 但问题是如果由中央来指派 这个县长的代理人选的话 那你这个行政资源是不是就丧失 这里面我相信 傅宽吉比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 都清楚 他更知道说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一段时间 他很积极的曝光在媒体前面 民进黨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其实我认为有 所以才会在抒发的这个议题上面 集合了很多力量去打说 叫傅宽吉所有的说法 其实都只是为了要 他要参选要政治什么 那谁抢到后面隔两天 遇到大淹水 所有人突然都重视水的问题 道路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傅宽吉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在做什么之外 重点是国民党 党中央知道自己在干嘛 也就是说接下来接任的这个党主 叫吴敦毅 刚慧珠姐提到的那一块 我刚刚其实我的疑问跟那个小熊 是一样的你知道 哎呦 什么时代 什么中央委员还要一半 要党主席提名 这个一半还有一半的一半是两个 还要去撤 应该是这样吧 就是要各桥四分之一 国民党独有的文化跟系统 不是这个 这个你就知道 因为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慧珠姐真的很诚实 你知道 因为他刚刚在讲这段话 他前讲了一句 因为国民党以前党主席 属于比较威权的 他比较有权力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当这些人进到党的权力核心 因为党这个中央委员 接下来他其实还有什么中常委 这些的这个选举里面 如果他今天是由党主席加持 这些人他他能够当选的话 那开什么玩笑 那又回到了一人独大 你知道我不认为这个对国民党 现在是好事 所以像这种乱象 真的成为慧珠姐刚刚讲 外人真的看不懂